不只是电动机车,奶油机车业者也加入了共享行列 YAMAHA在8月宣布携手花莲县政府投入Yachtgo共享机车 年底将在花莲投放500台,明年达1500台 包含白牌LIMI系列,旗舰车牌MAX系列,近战系列,以及红牌大型重机 抢供花莲每年数百万的旅游商机 为何YAMAHA优先选择在花莲推动共享奶油机车呢? YAMAHA公关经理刘俊伟表示 过去东部电动机车换电站较少 花莲也未有共享机车业者进驻 因此YAMAHA率先在花莲推Yachtgo 这也是全台第一个推动可租借燃油机车的共享营运商 焦点观点Plus Daily commercial每日商业有十分钟交流一个商业观点 我是阿达 每日商业不只有每周的节目 更有网络社团可以一起交流跟分享 如果你还没有加入我们的话 欢迎点击下方的连结赶快加入我们哦 我们今天的报道来源是刊登在2020年8月12号 由陈映玄所撰写 并刊登在数位时代官网的文章 YAMAHA早在三年前开始投入共享服务Yachtgo研发 从软体硬体货行为运都一手包办 但Yachtgo与典型共享机车服务像是WIMO、Gosher、Iran有两点差异 第一,采定点租款 无假地界、假地环或者假地界、地环的模式 而非随租随环 原因是看到现今共享机车挤压市区的停车格 车辆被破坏的情况 而推出不同的租借模式 Yachtgo配合YAMAHA旗下各YSP门市据点 观光饭店、观光景点设置取车与缓车的地点 服务据点都有专人提供服务 消费者首先透过手机APP预定车辆 再到据点领取车钥匙、租车 形式比较像传统租车行的服务 第二,投放燃油机车 消费者骑到没有油需要自行加油 但业者强调7期燃油机车 一公升汽油可跑50公里 一日油花脸绰绰有余 并倡导行车看油表、还车加满油 消费模式 还车时若来不及加满 会依照油表利率收取油费 在计费上初期前10分钟免费 接下来每分钟1.5款 租满8个小时就会赠送16个小时 日租上限到680个 费率上与一般电动机车每分钟收1.5到2.5元差不多 若以传统出租机车来看 一日费用约为300块 Yatugo 的费用足足贵了一倍多 除了燃油机车 Yatugo 未来已不排除推电动机车租金 相较传统的租车行服务 Yatugo 的优势在于车辆积极 并减少过往不必要的租车纠分 Yatugo 强调所有车辆保证是车龄 三年内的Yamaha 7 期燃油新机车 并且台湾山业机车门市直接保养维护 使用过的车辆会在人员检查合格后才会再次的处建 而且使用三年就太坏了 进入Yamaha原厂认证二手车市场 为何设定三年呢? 刘俊伟表示 无论是车辆的使用感受或者是二手车的市场价值 三年都是最合适的时间 另外也投保驾驶伤害险、车体险、第三责任险等高达700万的保险 不需要担心车身被刮损,需要额外赔偿的问题 而且每台Yatugo 都有GPS定位、配备感测器、佛罗仪 可以监控到行车的轨迹、行车的速度、倒车的侦测、碰转侦测等等的情况 未来还会通过车联系统与云端所收集的数据 建立人潮以及车流尖缝的数据 以提供地方的交通政策参考 在破点上除了花莲首发 接着将进驻宜兰、台东、基隆 主要瞄准观光区 不过Iran早已经进驻了宜兰佛光大学 未来将开放郊西市区 势必会与亚图正面的交通 看好观光商机 近来GoShare 联手宏家藤 在台南投放200辆共享机车 以及在新北青春山海县推的定点借还服务 而Iran更进驻澎湖 WIMO也在高雄工程月底 现在在燃油车大厂YAMAHA 都投入了共享独立 看好共享市场的前景 但新的租借模式 能否在花莲打下一片天 就要看消费者买不买单 好的今天的每日商业就到这边 最后想邀请一位对新创商业科技有兴趣的朋友们 欢迎点击资讯栏的链接 加入焦点观点换社团 让我们一起讨论世界的商业生态 焦点观点Plus Daily Commercial每日商业10分钟交流一个商业观点 我们下次见 拜拜